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对面街道并排八九间独立的门市房几乎都搬空了 有的甚至已经开始拆房子 唯独最外边一间铺子还在开展营业 一间小门帘 也没经过什么特别的装修 就是用白涂料粉刷了一下 挂了一个秀极斑斑的铁牌子 写着千里香云屯面 小店老板这边还津津乐道地解释 对面听说是要盖个连锁的火锅城 出高价把几个小店全买了 唯独这个老孽头脾气倔 就是不肯走 估计是像狮子大海口狠狠在一笔吧 丁潜问 他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 这个呀具体多少年我可就不知道了 不过听说年头是不短了 这附近呢就说他的店年头最长 对这里没有比他更熟悉的了 丁潜看了看柳飞 两人会议一起出了杂货店 来到对面街那个云吞面馆 屋里地方不大 六张小桌收拾得干干净净 可能是周围开始拆迁 影响了生意 只有三个客人吃饭 丁潜和柳飞刚一进店 迎面走回来一个五十多岁 瘦小空干的老太太 笑隐隐地站在我们面前 手里递过一个菜单 丁潜说 我不吃饭 我们是警察 想打听一点事情 老太太直直自己耳朵 摇摇手 又直直菜单 丁潜明白 他是耳聋 听不见 于是掏出纸笔鞋上 我们想打听点事 老太太笑呵呵地摇里摇手 看意思是说 他不认字 得 白问了 正在这时候 一个宫楼腰的老头子 端着一大碗云吞面 送礼物出来 放在一个客人面前 看见丁潜他们 正在跟老太太 费事地交流 走过来 拍了一下老太太 往后摆摆手 老太太就去忙活别的了 但是我老婆 耳朵龙 也说不了话 老头解释说 我这里只有云吞 和肉夹馍 我们不是来吃饭的 不是 您是不是姓孽呀 是啊 听说您在这街上 开店年头最长 想向您打听一点事情 老头有些警惕地 看着丁潜和柳飞 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警察 警察 老孽头 打量打量 打量丁潜 又打量打量柳飞 忽然冷笑了一声 你们少糊弄我 我这么大岁数 什么没见过 还想糊弄我老人家 一看你俩 就是演员般的假警察 你们老板没招了 又来这一手 想吓唬我 逼我搬走呗 我告诉你们 你们趁早死了心 打哪来回哪去 告诉你们老板 他想盖什么火锅城 就用那些扒掉的地盖 想盖多大盖多大 想怎么装修 就怎么装修 我都管不着 但他就别想打我的主意 你们告诉他 我老头子死也死在这 想让我们挪地方 门都没有 我就是不卖 说着就张开 又是油又是白面的大手 往外赶两个人 柳飞无奈 只好逃出警官证 挡在老头面前 我们确实是警察 这下把老孽头震住了 有些底气不足了 你们 你们 丁贤说 放心吧 拆迁的事不给我们管 你爱搬不搬 我们找你 就是想打听一点事情 什么事啊 你这家店 开了有多久了 这个呀 老孽头想了想 三十年了吧 我刚在这里开店的时候 这里还没这么多店呢 那时候 我的店 成天到晚都是满客 不少人都是排队 买我的手抓饼和云吞的 回忆起过去的辉煌 老头相当兴奋 那么 你听说过 1996年 兰京南都大学 有个女学生 失踪的事情吗 老孽头 揪着皱巴巴的脸 想了想 脸色忽然有些变了 你们说的那个女学生 不会是后来被人杀了 然后 随时了吧 对 就是她 她叫 吕爱卿 老孽头 左看看 右看看 紧张又神秘兮兮的 笑声说道 我听说啊 杀人凶手 一直都没有找到 是真的吗 丁浅点点头说 我们今天就是来打听 这件事情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想到 你们警察还在查这个案子呀 老孽头很是感慨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 当年发生案子的时候 可是很轰动呢 到处都在传 说什么的都有 有的说 凶手杀了好几个人 扬言要杀勾 一百个女人才收手 有的说 凶手专门吃人 吃剩下的人肉就扔了 这么说 当年的事情 你都还记得清楚吧 还可以吧 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 记性头还不坏 只是 老孽头忽然有点为难 我对当年的事情 其实也并不知道多少 我知道的 都是听别人 瞎传 瞎议论的 我们不问这个 不知你听没听说过 吕爱卿 就是在青岛路上 失踪的 青岛路 老孽头 吃惊得和不拢嘴 那不就是这条街吗 对 就是在这里 盯前看见吃饭的两个人 似乎隐隐听见他们说话 也都梳着耳朵听呢 嗯 这里不太方便说话 如果你有空的话 咱们能不能找个 安静的地方 老孽头看客人也不多 就对丁前和刘飞说道 没事 现在不忙 让老婆子看着就行了 我带你们去礼物吧 说着 朝老太太做了个手势 老太太呃呃地连连点头 老孽头就带着两个人穿过前堂 后面是厨房 厕所和两个屋子 老头把他们领进一间较大的屋子 一看就是客厅的摆设 家具很朴素 老孽头搬了两把塑料椅子 请他们坐下 放下遮叠圆桌 又给他们汽了茶 丁前说 大爷 你不用这么忙 我们就想向你打听几个人 当年都是住在这条街上的 哦 都是谁啊 柳飞拿出笔记本 把那七个人的名字都念了一遍 又找张纸写在上面 老孽头拿着纸一边看着 嘴里念叨着名字 然后又问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 后来确定 他认识其中四个人 这四个人里面 就有两个画星号的嫌疑人 开服装店的玉米提 和开废品收购站的江三旺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级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